好了,兄弟,现在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已经好了吗?我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好了,现在你赶紧把眼睛睁开吧 睁开你就能够看到惊喜了,看紧的吧 真的已经好了吗?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就... 这是什么鬼啊,卧槽 什么时候后面会有这么多幸运方块雕像啊? 喂,我说村民,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好好好,当然了,怎么样?是不是感到十分的surprise? 呵呵呵呵呵 呃,惊喜倒是没有见到,更多的是惊吓吧 好好好,不仅仅是这个村庄的附近好吧 这一排排的,完全是看不见边界好吧 喂!怎么样?我这可是大手笔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丢,咱就是说也没有必要这样吧 你这是想要干嘛? 啊? 当然是想要你全部都打开啊 难不成我放在这里为了好看啊? 卧槽,原来你是来折磨我的 可恶的,没想到搞了半天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啊! 让我看一看 卧槽,真的是一眼都望不到头 喂! 这要咋整啊? 难不成真的要一个个去找? 呃,不过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 哦 好吧 先这样看看情况吧 看看我今天的手气到底如何 哼哼,直接就是这个了 卧槽,什么鬼 为什么会是一堆羊 喂! 哦,好吧 虽然这些羊毛能够制造出不同的床 但是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可恶的 气死我了 我就不信了 还这么多的幸运方块 我就不信一个好东西都不给我 可恶的,可恶的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不行 我想我有必要爬到这些雕像的最顶端 嗯? 俗话说 最好的东西往往都在最高处 嘿嘿 现在就让我们冲吧 好了,兄弟们 现在已经到了这雕像的最顶端了 突然就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有没有啊 好好好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直接让我们开始吧 Ready, go! 呃,不要慌 还有这么多的方块呢 总是还是有一个靠谱的对吧 嗯? 这个箱子 呃,好吧 除了这一把枪之外 帽子并没有什么值得我过多关注的 好了,再来 嗯?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牌子? 这又是什么鬼啊? 啊? 卧槽,什么玩意儿 这玩意儿,难道会招雷吗? 可真是吓死我了 好可怕呀 嘿 还有你 看什么看呢 给我下去吧 嗯? 这么久了一个好东西都没有 求求了赶紧给我一个钻石块吧 或者绿宝石块也行吗 嗯? 这,难不成这些幸运方块是声控的 有点意思啊 一个字 绝 不过,不够 这些远远都不够 我想这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一定是这里的幸运方块有问题 让我看看这个雕像的情况 嗯? 卧槽 人家就来得这么刺激的吗 哦 好好好 我的猜想果然是正确的 那边的那个雕像是什么狗屁玩意儿 一个值钱的都没有 全都是些废品而已 嗯 请 谁和你搁这玩下去啊 我直接挖这个布箱吗 呵呵呵 现在无论是什么闪电 还是陷阱什么的 都不可能阻挡我的步伐 呵呵呵呵 慢着 卧槽 还好我的手速够快 要不然的话 不是直接栽到这里了 呼 继续继续 不能够让这些东西毁了我们的性质 哈哈哈哈 慢着 这又是什么鬼啊 好吧 我承认 有些人表面上还活着 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哈哈哈哈 可恶啊 居然整这出 完全就是玩不起好吧 哦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既能够得到方块里面的东西 还没有危险 等等 或许又到了村民们发挥娱乐的时间了 是这样的 我在我们的村子里面 发动了总动员 只需要在性欲方块里面的成果的一半作为门票 哦 怎么样 这样的话 不出一会儿 这些雕像就会全部被村民摸挖光 哦 而我就只需要坐等收成就好了 好好好 我真的是一个天才 哈哈哈 哈哈哈哈